狐狸貓與小樹蛙要替麥麥慶生 狐狸貓跟小樹蛙都帶了蛋糕 麥麥則是準備了兩個大小相同 但口味不同的披薩 麥麥、狐狸貓 夏威夷口味的披薩剩下十二分之八個 牛肉口味的披薩剩下十八分之六個 你們知道哪個披薩剩比較多嗎? 十二分之八個披薩是八個十二分之一 十八分之六個披薩是六個十八分之一 兩種披薩每一等分的大小不同 要怎麼比呢? 可以把兩種披薩的每一等分都變一樣大 意思是把分母變相同 這樣就可以比較了 所以我要分別找十二分之八的等值分數 和十八分之六的等值分數 找到兩個分數的分母相同為止 答對了 十二分之八和二十四分之十六 三十六分之二十四四十八分之三十二 一樣大 那我來找十八分之六的等值分數 十八分之六和三十六分之十二 五十四分之十八 七十二分之二十四 將兩種披薩再繼續等分 十每一等分都是三十六分之一 就可以比較了 三十六分之二十四大於三十六分之十二 所以十二分之八大於十八分之六 夏威夷披薩剩比較多 我發現三十六是十二的倍數 三十六也是十八的倍數耶 我知道了 就是用擴分找出兩個分數的相同分母 也就是找分母十二和分母十八的公倍數 答對了 當兩個分數的分母不同要比大小時 只要找出兩個分母的公倍數 就可以讓分母變成相同 就能知道三十六分之二十四比三十六分之十二大 所以十二分之八大於十八分之六 小樹娃只有擴分方法可以找到相同的分母嗎 用約分的方法可以嗎 哦 那我們來試試看 十二分之八可以約分成六分之四 也可以約分成三分之二 十八分之六可以約分成九分之三 也可以約分成三分之一 我知道了 兩個分數約分後的分母都是三 三分之二大於三分之一 所以十二分之八大於十八分之六 夏威夷披薩勝比較多 沒錯 像這樣利用擴分或約分 把不同分母的兩個分數換成相同分母的分數 這樣的方法稱為通分 我們可以用通分來解決不同分母的分數大小 比較問題 美術科時老師提供兩條相同的彩帶 小樹娃用了四分之三條 麥麥用了五分之四條 誰用掉的彩帶比較多 因為兩分數的分母不同 我們可以找到兩個分母的公倍數進行通分 四跟五的公倍數是二十 四分之三等於二十分之多少呢 四的五倍是二十 三的五倍是十五 所以四分之三等於二十分之十五 五分之四等於二十分之多少呢 五的四倍是二十 四的四倍是十六 所以五分之四等於二十分之十六 因為二十分之十六大於二十分之十五 所以五分之四大於四分之三 麥麥用掉的彩帶比較多 下午他們拿出大小相同的草莓蛋糕 和巧克力蛋糕來吃 最後草莓蛋糕剩下八分之五條 巧克力蛋糕剩下十二分之七條 哪一條蛋糕剩下的比較少呢 哪一條蛋糕剩下的比較少呢 兩個分數的分母不同 所以要先將分母通分 八的倍數有十六、二十四、三十二、四十、四十八 十二的倍數有二十四、三十六、四十八 我知道了 二十四、四十八都是八和十二的公倍數 八和十二的公倍數有很多個 可以用最小的公倍數當作共同的分母 這樣通分後的分母比較小 八分之五和十二分之七 通分後是二十四分之十五和二十四分之十四 因為二十四分之十五大於二十四分之十四 所以八分之五大於十二分之七 巧克力蛋糕剩的比較少 沒錯 老師做了一個休閒娛樂的調查 班上有十六分之九的人喜歡聽音樂 有十二分之七的人喜歡打籃球 喜歡哪個休閒娛樂的人比較多 分母十六和十二最小公倍數是四十八 十六分之九和十二分之七同分後 十六分之九等於四十八分之二十七 十二分之七等於四十八分之二十八 四十八分之二十八大於四十八分之二十七 所以十二分之七大於十六分之九 打籃球的人比較多 大家一起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媽媽與狐狸貓一起做餅乾 狐狸貓用了六分之五包麵粉 媽媽用了十三分之六包麵粉 誰用的麵粉比較多呢 想一想 除了通分以外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比大小嗎 答案為 因為六分之五超過二分之一 十三分之六沒有超過二分之一 所以不用通分就可以知道 六分之五大於十三分之六 狐狸貓用掉的麵粉比較多